很難過 其實那一天真的蠻難過 但是就是哭一場之後還是要面對這些治療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害怕的是 它有沒有擴散到身體其他的地方 再來就是小孩子 所以最擔心的其實還是他們之後要怎麼辦 那現在也不能工作 就只能靠低收的一點點補助 很辛苦的暫停讓我跟弟弟 不會讓我跟弟弟餓到 希望他可以治療下去 就是不要想放棄 所以醫生怎麼說我們就怎麼做 好好一個療程把它做完 那就是當然以不要擴散為主 好好做我覺得會有奇蹟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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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